民眾有更好的生活 沒錯 其實我們縣長那個願景就是 我們的美好彰化希望城市 這絕對不是一個恐慌 不是一個實際的行動 他點進來 然後我們選擇 我們目前是原則以彰化線內 他可以挑他要在哪個縣市 他說好 他在彰化市 然後選擇的時間 你可以的時間 你就把它點出來 然後就會送出 送出之後 這位林先生的手機 馬上會接到一個簡訊 我們這位 就是我們課長 他馬上會有一個簡訊 我們等一下也會用實際 他會收一個簡訊說 我已經收到你想要當志工的訊息了 所以我們後端的同仁馬上就會跟他聯絡 公益串聯戰 彰化有夠戰 最主要就是說 我們有一些善心人 是因為我們知道很多企業成功之後 想要回饋給地方 那對於這個企業的回饋 因為有時候他們往往找不到適度的一個門路 所以我們現在就建置了這個網路 那你可以在捐贈物資 捐贈財力 以及你自己的人力的部分 我們做了一個總和 統合 你可以直接上這個網站上面 等一下會跟大家講得很清楚 可以直接到網路上面去做登記 你的時間 你的金額 或者你的捐贈的東西 那我們社會處這邊就會彙整起來 把你的資源 把你的愛心用在高口上 幫助真正需要幫助的人 因為過去我們在基層就發現到 大家都一窩蜂的關心某一個群體 那導致說他們也覺得說物資疼來太容易 但是又有一群人他真正需要關心 但是大家都去忽略掉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平台整合了之後 能夠讓真正需要幫忙的人得到幫忙